各位N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恩典每日成修 我是沈章卫恩典堂的萧和杰牧师 今天是我们踏入四十天的祷告的第七天 我们要继续为我们所爱的国家祷告 借助我们的祷告 我们相信天父将会在我们的国家扩展他的国度 那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 牧者的最新消息 经文出自《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经文提到我所遭遇的事 那是指保罗在罗马 因传福音被监禁的事 对当时候的教会来说 保罗被监禁 似乎造成了神国度福音施工的一大损失 但是 保罗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他告诉教会 他所遭遇的苦难 成为了他传福音的契机 使到福音能够在意淫全军 和其余的人中被传开 很多人用属世的成功标准 来见证福音的等力 但保罗却见证了神 可以使用属世认为的拜错 来叫福音兴旺 让我们学习 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 学习祝福 来看待事物 敏锐于圣灵所开的福音之门 二 求神走好我们的教会 趁着大流行的时机 为福音的施工预备好硬件和软件的基础 请大家用半分钟的时间 唯一一个事项来祷告 然后我做结束的祷告 好 现在开始 亲爱的天父 感谢您召集我们在您的爱中彼此祷告 求您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经历您的真理 还有大能 使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 更加的认真 日常 和有信心 求您的圣灵天天充满我们 让我们好像出奇门徒那样 积极和勇敢的宣扬福音 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 求您让我们看见圣灵所开的门 教我们不至于被挫败 能够配合圣灵 完成您所托付的使命 父啊 求您纪念我们的教会 在面对厚大流行的环境时 帮助我们的牧者和信徒 一起意识到圣灵对教会的带领 同心向前迈进 不再步步之风 求主转化教会 愿意学习和习惯利用新的科技 以新的方式继续让自己属灵的生命得到成长 主的福音继续广传 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大家在这五分钟的时间里 跟我一起灵修祷告 您可以游览爱新加坡的网站 并阅读爱新加坡40天的灵修资料 且跟其他的恩友和家人一起 继续为新加坡祷告 主赐你平安 我们下次见